我接下来要教你们怎么样将这个球发得非常贴网 而且是直接可以把对手发得懵逼的 不是普通发球啊 我们教一下双打的完美切发小球 好吗 我们画个视角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很多球发球发泡容易发高或者容易发下网 就是因为它的架拍没架好 很多人在发球架拍的时候是怎么样 左手向前伸 右手向前伸 两只手都悬空的 但是一旦你的手臂是向前伸 然后保持悬空的话 你的手没有支撑点 它就会有细微的抖动 一旦它有细微的抖动 你的发球就发不稳了 所以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像狙击手一样 手稳了 球才能发得稳 所以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不是悬空的 一定要将我们的左手卡在我们的拍子上 保证左右手跟拍子 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无论你怎么晃 它都不会发得很高了 能明白吗 当你左右手悬空的时候 这个球就已经发高 当你的左右手搭在一起的时候 手就可以很稳 将这个球发得很稳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还要特别注意 我们发球不是你们认为的 将这个球站在发球线的后面 打过去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区 我们的发球不是打过去的 一定是切过去的 在发球的时候 如果你是打过去的话 哪怕他非常贴网 他受到的力也会一直向前走 他球头过往周 还会继续上飞 对手就有机会 从上下下直接扑死你 所以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不要打 一定要会切 在发球的时候 是让我们的拍面 微微地向后倾斜 用我们的手腕手指 作为主要的发力 向下切一下 给一个向下的摩擦力 这时候 我们的发球 就可以发出一个 完美的抛物线 让我们的发球最高点 放在我们的网上面 然后达到过往 急坠的效果 能明白吗 所以我们的发球 如果你是打过去的话 这个球会一直向前飞 但是 如果你是切过去的话 球就能够过往急坠 好 接下来正式教会你们 我们的发球 是怎么样 发出这种过往急坠的感觉的 来 首先在我们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好 我们的拿球 拿球对了 你的发球就好了一半 但是很多人在发球的时候 拿球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习惯把这个球头往回钩 让我们的球头冲着自己 我们只有发球 拿球的时候 球头冲着自己 才可以保证 我们完美准确地 击打到我们的球头 才可以将我们的球 打得又高又准 你们觉得这个发球 拿球是对吗 球头要冲着自己 这个是对的是不是 我来告诉大家正确的 球头如果冲着自己 如果要打这个球 当然没问题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做的是切发小球 一旦球头冲着自己 一切这个球 它就会旋转 一旦旋转 它就容易发高 或者容易发下往 所以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用我们的走指 拿着球猫的尖尖处 让我们的球头自然往下垂 这时候 我们轻轻向下切一下 给一个向下的摩擦力 就可以让我们的球 自然地过往急坠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球头的感觉 如果你是球头冲着自己 你的发球 一发就能下往 因为你的球头会翻滚的 只有球头自然往下垂的时候 给一个向下的摩擦力 才可以让我们的球过往急坠 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还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站位 也决定了我们的发球成不成功 因为我们是切发小球 这个球速会比较慢 很多人会担心 我们球速慢 会不会容易不过线 或者说容易背对手扑死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发球 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我们的站位 因为我们是切发小球 所以我们在站位的时候 一定不能左脚的前 或者说两只脚平行站 我们的球拍离往越近 我们的发球 威胁性越越强 就越容易发过去 所以在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用自己的右脚脚尖 顶在我们的发球线上 要我们的拍子再伸出去 就可以离往更近 发球就更简单 而且更有威胁 但是还不够 我们还要调整自己的重心 在发球的时候 离往更近 让自己的发球 威胁性更强 主动地将地的重心向前行 将地的手向前伸 这时候 他再去发球 就可以保证 每个球都是过往极准 而且刚刚好压到线上 能明白吗 换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 发球的时候 不要站在后面 脚顶在发球线上 手向前伸 轻心向下切一下 再来一个 看到吗 当你轻心切这一下的时候 能够给到一个向下的摩擦力 我们的球就可以过往 击赘了 能明白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